完美世界手游 也延续了端游五缝大地图的设计 那么每一张地图相当于普通手游四倍的大小 除了这个地图大小以外 我们还设计了高度 那我们游戏中设计了三界的概念 第一界就是玩家从地面可以俯瞰整个城市 再往上就可以看到临界的城市和场景 那我们再往上飞就可以看见整个完美世界大陆 以及浩瀚的星空 我们在游戏中还还原了经典的空中飞行的玩法 玩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飞行器进行空中飞行 并且可以协同自己的小伙伴进行空中战斗 除了空中和地面的玩法 我们还设计了水中的玩法 玩家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水中空中和陆地进行自由的切换 玩美世界手游采用了更具国际化的方式来诠释东方奇幻的游戏世界 举个例子 一 在游戏建筑和场景设计中 我们继承和发扬了端游的设计 比如说祖龙城的布局规划 我们就采用了天人合一的概念 我们使用龙作为祖龙城的标志性的建筑 使用东方特色的混天仪来修饰它的细节 二 在剧情的故事中 我们引用了很多中国古典的有名的人物 比如说中国古代的有名的探险家徐霞克 就在游戏中客穿了一把NPC 三 我们非常有特色的飞行器 也采用了中国古代的神兽昆作为形象来进行设计 那么遇见飞行的这个概念也在游戏中加以体现 端游完美世界上线的时候 它的捏人捏脸的技术是当年非常非常先进的 我们在做完美世界手游的时候 也把火柴人的形象也进行了还原 我们把游戏的捏人捏脸的参数 做了很多详细的设计 比如说眼睛的大小 眼睛的形状 眼睛的角度等等 甚至瞳孔颜色不一样也可以调整 玩家可以把自己的身材调整得非常瘦 就可以获得火柴人的形象了 那么还有一点呢 也是符合现在的玩家的习惯的 那我们可以把自己捏好的形象呢 通过一个二维码的形式 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上去 那么你们的朋友看见了以后 就可以通过扫二维码的形式 获得你的信息 进入游戏以后呢 就可以获得跟你一模一样的脸了 完美世界手游中也依然继承了端游结婚系统的设计 我们在端游的基础上也做了很多的细化和优化 比如说在手游的结婚中 我们做了很多的好感度的设计 玩家需要完成这些任务来达成条件才能进行结婚的考验 那么他们结婚去哪里去的结婚呢 我们就要到左龙城的月老那里 来申请伴侣之鉴进行结婚 那这边呢 我给西方的玩家们解释一下 中国的月老呢 就相当于西方的爱神一样 你可以把你的游戏中的朋友 请到你的婚礼现场 对二位新人进行祝福 端游的玩家在公会中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比如说一些经典的boss战 经典的成战 还有跟公会的玩家有一些恩怨情仇 那在手游中我们也还原了这些内容 玩家进入帮会以后 一是可以获得很多的福利 第二呢 也可以参加很多挑战性的玩法 跟团队 以及跟其他的帮会的竞争 都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内容体验 在参加过这些内容以后 你也可以获得相应的丰厚的奖励 除此以外呢 帮会中还有一些休闲的玩法 比如说采集 比如说保护神兽 这些都会给整个的帮会 包括成战和帮战 带来非常大的支持 感谢大家十多年来对完美世界的支持 我们会用心把你们深爱的IP延续下去 给大家带来更加完美的世界 我们下集完美世界的违照 词远辑 我们下集完美世界的